台湾今年陆续发生肯尼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台籍人士涉及跨国电信诈骗案 或无罪判决后却被遣送至中国或被中国阻挠家属前续探视等情势 台湾立法院召开两岸司法互助以及中国司法人权现况公厅会 台湾人权促进会职委李嘉文教授 建议可以从犯罪的行为地角度来争取台湾的管辖权 他说 法轮功学员致言科技公司总经理钟鼎邦 曾经在2012年赴大陆探亲时遭到中国绑架 当时在国际人权团体各方的营救下 被积压了54天后终于重获自由 他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呼吁 大部分的台湾的家属碰到一些在大陆上不公平的事情 被绑架被关被陷害的时候 多半都是想要私聊 很少人去告诉政府的 所以政府必须要站出来 鼓励台湾的民众来告诉政府 政府也必须要站在他们的背后 为他们来做事情 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 则建议政府应该要将人权纳入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的要件 并借此对中国不重视人权的行为提出道德批判 赖中强质疑 是否曾经有任何一个案子 台湾的法务部或者是陆委会的相关机构 我们用人权的理由拒绝对中国提供司马辅助 或者是共同打击犯罪的情形 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不能这样做 还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要这样做 他强调 政府能够以台湾人民在中国司法的人权受到损害为由 而拒绝提供犯罪资料给中国 如果有一个案子这样做 那么中国政府懂得去重视司法人权的改变就可能发生